昆太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幸福偏乡 圣诞心愿认养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 昆太文教持续关心偏乡小学的孩子们 今年再度来到彰化县方愿乡的 路上国校和草湖国校 要为偏乡的孩子们募集圣诞心愿 让偏乡孩子感受到暖暖的爱 昆太幸福偏乡呢 圣诞心愿认养活动今年是第七年 那我们主要是想要帮助 彰化县方愿乡的一个草湖国校 跟一个路上国校 那因为这两校呢 大概都是五十多人的一个小校 那大部分孩子呢 都是来自于单亲啊 隔代啊 然后外籍新娘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他们 完成一个圣诞心愿的一个认养活动这样子 那我们主要这个活动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圣诞心愿的部分 然后一个是物资募集的部分 那圣诞心愿呢 我们是在网站上的一个线上任养 那物资募集的话呢 大概就是像是一些营养食品啦 或者是文具啦 或是一些双肩的书包 然后我们像这些物资的部分 也都可以到我们网站来查询 张化县方运香路上国校和草湖国校属于偏乡迷你小学 全校只有六个班级 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学生家庭为单亲 外配隔代教养等中低收入户 因此借由社会大众圣诞心愿的协助 给孩子们一份不轻易放弃 实践梦想的力量 我的心愿就是可以收到小肉五十弦和Tales的照片 然后因为我有在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有让我去参加 全线性的歌唱比赛和舞蹈演出 然后就是我这些活动呢影响我的想法 希望我可以朝这个目标努力 然后变成一位很棒的明星 我要感谢昆泰文教基金会的主办单位 给我们这一次让我们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心愿 然后我想要的心愿是一个全照式的耳机 因为不断可以学习自己比较不会的英语 也可以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就是听音乐等等 今年活动采认养心愿和捐赠物资两大区块 心愿礼物以线上扔养物资部分和巨城购物中心 以及大圆摆合作 民众也能邮寄到昆泰文教基金会 活动即日起到12月12号 详情请上2016幸福偏乡活动官网查询 或电卡03-528-2018 开破新竹观世联采访报道